您好,我是张玲 每天都会发几个推文 但是这一次呢,破例了 这显示情况相当严峻 就说呢,他的这个轻微的这个症状呢 看来呢,就是不像人们估计的那么乐观 川普总统呢,发表了讲话 在这个前往海军医院之前 说他代表第一夫人和他本人 感谢外界对他的关注 他现在呢,按照这个白宫医疗团队的这个诊断方案 需要前往医院救治 要知道白宫的面积很小 他不可能像中国的党科国家领导人一样 医疗团队到白宫去给他治疗 川普总统本人所享受的这个待遇 跟美国普通平民的待遇 没有什么区别在医疗上面 白宫有个医疗团队 但是呢,就是几个人能够提供一点这个诊断而已 白宫本身没有治疗期间 我们也许还记得那个前英国首相 就现任英国首相约翰逊感染的时候 一开始呢,他很乐观 但是后来发现发烧 然后呢,他就像普通人一样被送进医院接受了治疗 在那期间呢,他让外交大臣代行他的职责 上午呢,我说错了几个问题 其中之一呢,就是 就是约翰逊并没有辞职 他在医院里经过治疗痊愈以后呢 又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上 我们希望川普也能够这样迅速返回他的工作岗位 川普总统呢,发那个显示的录像 就是表示呢,他自己独自一人走向这个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 因为这架直升机呢,将要从白宫的后院起飞 把他带到那个海军的沃尔特里德医院 这家医院呢,靠近这个就是白宫 这个川普总统呢,看起来呢,走路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说呢,这个外界呢,没有这个太多的这个担忧 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呢 川普总统发表那个据后外界证实 这个据这个白宫证实呢 就是川普总统十几个小时前发的那个说自己确诊的推 也不是他本人所发的,而是他的秘书替他发的 还有一则视频呢,显示呢,中国的一个大旅行车上面 几十个人,几十个旅客一听说川普总统感染病毒以后呢 大家欢呼鼓掌,这个呢,确实是令人失望 因为在这样的时候呢,只要是正常人类都会感到悲痛 毕竟是美国维护着人类的秩序,维护着人类的安宁 没有美国,我可以肯定的说,二战以来没有美国 地球人类,连现在的一半都没有 因为你只要看看历史就行了 看看美国维护国际秩序 充当义务巡警以前的人类 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每天都有大量人死亡 一半的人都不能够跟自己的妻子过正常的生活 甚至很多大量的年轻人,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来不及结婚 就死在正常上 这才是看看中国的历史 几千年都是这样度过的 人类历史,几千年来也跟这差不了多少 正是由于美国的强大 所以国际社会才有了基本的安全 人类才享有基本的安全与和平的生活 所以人类应该感谢美国 因为有了美国,人类才如此安逸 假如没有美国,你我当中可能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在二十岁之前就会施予战争饥荒疾病或者犯罪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它是一种真实的,它是一个实实 只要对人类历史进行梳理的话 就能发现我讲的这个基本的规律 就连这个一向对川普总统持批评态度的华尔街日报 今天也发表色论 不再批评总统,而是非常关切总统和他的夫人的健康 而且华尔街日报还呼吁国民团结 说在这个危机的时候 美国人民应该表现出这个安静和这个信任 因为这个时候呢 华尔街日报指出呢 会有很多的这个唯恐 很多的这个动乱分子 唯恐美国不乱 会制造种种的谣言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不要上当 不要冲动 这一点呢 非常重要 这说明呢 美国人民是强大的 理智的 而且呢 每到危急关头 美国人民总是高度团结的 此外呢 这个彭斯副总统呢 已经按照这个法律的要求 现在不在外出 因为外出可能有危险 他现在呢 在家里面待命 因为他可能随时接到命令 比如说川普已经陷入病情严重的状态 有可能接受深度的治疗 或者处在昏迷状态 这时候彭斯就要马上宣誓 这个就是说呢 接替川普的职责 因为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不可能一日 甚至不可能有几个总统没有总统 而且人类呢 也不能没有美国 一旦这个美国政府陷入瘫痪状态 那么这个世界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 现在的这个网络上呢 很多人都在为川普祷告 就是希望川普总统尽快地转为为安 但是呢 我们应该想到他毕竟已经74岁 本来我以为他73岁 但是呢 他现在实际上已经74岁了 还能够像小伙子一样精神抖手的工作 为美国人民效劳 为人类效劳 是真的不容易 所以说呢 我想我至少本人呢 欠这个向川普的一声敬意 其实呢 我是一直对这个美国的政治家呢 充满敬意的 当然 虽然说呢 我的这个立场呢 不是像很多人那样偏颇 比如说 我从不批评那些支持拜登的人 我也不批评呢 我也不会去骂那些反对川普的人 但是在我内心里面呢 我是支持川普总统的 因为他守护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他捍卫的是人类的基本的这个良心 而且呢 他捍卫了基督徒的信仰 要知道现有的人类文明正是基督教文明 如果没有基督教的话 人类将始终处在一种 漫无止境的厮杀和算计之中 正是基督教的这个能力呢 应该说呢 使得这个人类最优秀的一部分人 放弃了这个 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开始呢 建立一种和谐的民主制度 就像我们看到的美国国会 川普跟这个议长 这个佩洛徐矛盾重重 但是他们照样能够合作 照样能够管理好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照样能够维护世界的和平 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 好 谢谢您的收看